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1月下旬如期举办法人说明会,其业绩显示,在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营收196.2亿美元,位于业绩指引区间上限188亿至196亿美元。 2023年第四季度收入环比增加13.5%,得益于三奈米的持续量产,带动公司晶圆端量价齐升。 台积电的季度收入,由于每月经营指标的公布,市场预期已经充分。 而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收入开始回升,增长来自于出货量还是价格呢? 可以从量和价的维度来观察台积电四季度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。 首先,量的维度,2023年第四季度,台积电的晶圆出货量2957千片,环比增长1.9%。 环比出货量有所提升,主要是2023年第四季度苹果新机三奈米量产的带动。 结合资本支出情况,台积电2023年第四季度的资本开支52.4亿美元,在整体需求偏弱的情况下, 季度的资本开支继续减少至21年来的新低,全年低于32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目标。 其次,价的维度,2023年第四季度,台积电的晶圆单晶圆收入等效12寸片,6635美元每片,环比上升11.4%。 台积电晶圆出货价格明显提升,主要得益于3奈米的量产。 2023年第四季度,公司7奈米以下制程收入占比提升至67%,带动公司产品均价提升。 有一名业内机构分析师是认为,二季度的收入将是年内最低点。 而进入下半年,台积电的营收有明显的改善。 结合台积电给出的下季度指引,一季度预期实现收入180亿至188亿美元,环比下滑4.2%至8.3%,毛利率52%至54%环比,大致持平。 下半年业绩的回升,主要得益于苹果新机对3奈米产能的拉动,而一季度也将出现季节性回落的现象。 台积电在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毛利104.1亿美元,环比提升11%,毛利端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收入端的影响。 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的毛利率53%,环比下降1.3%,符合市场预期。 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毛利环比提升11%,其中收入的维度带来的影响是 上升13.5%,毛利率的维度带来贡献下降0.2%。 市场对台积电最为关心的两项数据便是收入和毛利率。 由于每月经营数据的公布,季度收入基本已被市场预期。 而毛利率则是本资机宝中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根据公式,毛利等于单晶圆收入减掉固定成本,再减去可变成本。 观察2023年第四季度毛利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。 首先,单片晶圆收入等效12寸,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单晶圆收入约6635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681美元每片,主要受300米开始量产,带来均价的结构性提升。 其次,固定成本折旧摊销,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平均固定成本约1598美元每片,环比下降6美元每片。 3奈米的量产带动折旧摊销总量的提升,折到每片上有小幅的下降。 最后,可变成本其他制造费用,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平均可变成本约1518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398美元每片。 单片可变成本的增加,主要是制造端成本提升所致。 综合拆分后,2023年第四季度台积电单片,毛利3519美元每片,环比增加288美元。 单片毛利出现明显回升,其中,单位价格虽然提升有681美元,单位成本则是增加了392美元。 台积电收入的表现,此前市场已有预期,而毛利率是主要关注点。 虽然3奈米的量产能带动公司出货均价提升,对毛利率有正向作用,但同时,成本端的增加也压制了毛利率。 而结合公司下季度的指引52%至54%来看,台积电在下季度毛利率仍将继续维持低位。 分析师认为,3奈米的量产将增加公司的折旧摊销,从而对公司毛利率产生压力,短期内较难回到60%以上的水位。 智慧型手机和高效能运算HPC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,两者合机占比仍有86%,是公司下游收入的最大来源。 下游细分应用看,2023年第四季度手机业务和高效能运算的收入份额都回升至43%。 其中,手机业务的回升主要是苹果新机对3奈米量产的拉动。 而高效能运算再次受益于下游客户端对数据中心与AI需求的增加。 分析师认为,随着3奈米制程的量产,苹果手机晶片的制程将从5奈米逐渐转向3奈米。 而高效能运算,有望开始填充原有的5奈米产能,手机和高效能运算业务的收入仍有望继续增长。 2023年第四季度,7奈米以下的收入占比继续提升至67%,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收入已经是公司的主要因素。 具体来看,3奈米量产以来,收入占比继续提升至15%。 而5奈米的收入占比继续维持在三成以上的水位。 分析师认为,从公司给的下季度指引看,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仍将受益于苹果新机的拉货,但拉货环比将有所下滑。 从历史来看,3奈米产能也有望继续爬升。 公司的收入结构将进一步转向7奈米以下的制程节点。 从各地区收入来看,北美地区仍是台积电最大的收入来源,收入占比达到七成以上。 这是由于北美地区有苹果、高通、徽达、AMD等大客户,使得台积电和美国之间有很强的商业绑定关系。 本资财报中,北美地区的收入占比继续回升,这主要是因为苹果新机发表,在2023年第四季度新增了订单。 除北美以外,中国地区和亚太地区是其余的两大收入来源。 2023年第四季度占比分别为11%和8%,其中中国地区的客户占比出现一定的回落。 结合各公司和产业链情况,分析师认为,随着苹果新机发表和安卓产业链库存的区化,公司手机客户的订单有望回暖,并大力推进三奈米制成的扩产。 而辉达等客户的AI也有望逐渐从7奈米转向5奈米,填充5奈米的产能。 公司客户的订单整体有望向更高节点转移。 长期看,拥有众多大客户的北美地区,构成公司收入的七成以上,仍将是公司重中之重。 就总体财报而言,台积电在2024年的表现将好于2023年。 随着三奈米量产的推进,公司在2024年先进制成上的收入将继续提升。 此外,由于公司在技术上的长期领先,英特尔也开始成为公司的客户。 虽然三奈米的扩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毛利率,但公司在晶圆制造端的领先优势也进一步扩大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在2024年的营收将本部向上,毛利率受扩产的影响还在, 但随着三奈米和高效能预算的上量,以及台积电ADRB级上扬表明态度,公司的业绩端和影响力整体都在越来越好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